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三 观呼吸可以抚慰内心深处及气 心的车胜 这三种方法在我们的深口意三方面轮流进行 当你这样渐进练习时 会变得更稳定 更平静 更能处于当下 开始时 把你的视线放在一个对象上 比如说莲花生大事塑像的相片 凝视它的面庞 这样的圣像真的能令人感到祥和 它的加持力带来平静 只要看着它 就会使你的心安定 它更能唤起提醒你内在的佛 同时 作为禅坐对象 它会改变你的周遭环境 更重要的是 它以深层的宁静 启发你的禅坐氛围 如果你希望的话 当你凝视莲花生大事的面孔时 可以齐请诸佛的加持和献钱 接着念咒 让咒声转化你心的能量 净化你的情绪 试着大声唱咒 尽可能用最多的启发和感觉来唱颂 它会释放你的紧张 然后歇息在随之而来的特别的宁静中 你会发现你的心自然地变得安静 更专注 更柔软 并处在祥和中 同样的 你可以轻轻地或安静地念咒 如同我之前解释的那样 有时我们的心太激动 太烦躁 以至无法立即专注在呼吸上 但是 如果你以前两种方法练习一会儿 再将注意力转移到呼吸上时 你的心会稍微被驯服 现在你可以维持安静地观呼吸 继续这样或者一阵子之后 回到你最有感觉的那种方法 换下一种方法前 你可以随意选择每一种方法练习时间的长短 你也许会发现 有时依照教导的顺序来练习更有帮助 然而 其他时候运用单一方法 例如观呼吸 使用一个对象或念咒 则对收射心更有效 举例来说 有些人不能放松或自在地观呼吸 甚至对观呼吸有幽闭恐惧症 对这些人来说 使用一个对象或念咒也许更合适 重要的是采用对你最有帮助 最适合你心情的法门 要用于尝试 但一旦你决定要用哪一种方法后 要避免从一种方法跳到另一种方法 智慧的运用正确的练习方法 以符合你当下的特别需要 这需要善巧的运用 禅作中的心 禅作时 我们该抱持怎样的心呢 什么都不做 顺其自然就行 一位上师把禅作 形容为把心悬挂在虚空中 毫无所住 有句名言 如果心不造作 就是自然喜悦 这就像水 如果不加搅动 本性是透明清澈的 我常把禅作中的心 比喻为一罐泥水 我们越不理会或搅乱它 杂质就越会沉淀到灌底 水的自然清明就会呈现出来 心的本性也是如此 任其自然不加改变 它就可以找到喜悦和清明的真性 因此 千万不要让心有任何的挂碍或负担 当你禅作时 千万不要刻意去控制它 也不要勉强让心宁静 不要过度严肃 或觉得你正在做某种特殊的仪式 甚至不要有你正在禅作的观念 让你的身体保持自然 以让你的呼吸保持自然 把你自己想象成虚空 拥抱着整个宇宙 练习安住的原则 就是持续地把心带回禅作的对象 譬如呼吸 如果心分散了注意力 在突然想起的瞬间 只要简单地将心带回呼吸 其他什么都不必做 我怎么会变得如此不专心 这种问题只是另一种分心 单纯地专注 即持续地把心带回呼吸 心会慢慢地平静下来 心会逐渐安定在心上 当你学会安住地练习 便成与呼吸合而为一 过一会儿 甚至你练习的专注点 呼吸本身也会消融不见 而发现自己安歇在当下 这个专一就是止或安住的果与目标 停留在当下和寂静中 是非常好的成就 再回到泥水罐的例子 如果保持静止 污泥会沉淀下来 水会变清澈 然而污泥还沉在底层 而后有一天 如果搅动它 污泥会再度扬起 只要我们前修寂静 也许就可享受平静祥和 但只要我们的心 有一点被打乱 妄念就会再度进注 停留在安住当下的状态 不能使我们证悟或解脱 当下变成非常微细的课题 而安住在当下的心 则变成微细的主体 只要我们停留在 主客二元的范畴中 心就还在轮回的 一般概念世界里 借由安住的练习之后 心会安定在祥和与稳定中 就如同相机里的相片 因对焦而清晰锐利 所以 纸的专一会使心的清明 慢慢升起 一旦障碍渐渐移除 自我与攀缘的习性 便开始消失了 清晰的观照或洞察力显露 梵文叫做观 藏文发音是 啊 痛 此时 我们无需借助停留在当下 就能更进一步地跨出自我 进入开放的空间 就是了物无我的智慧 也就是断除妄念 与从轮回中解脱的智慧 当这种清晰的观照 循序渐进地加深 它将带领你体验 十项之本性和你的心性 当乌云般的思想与情绪消失 我们像天空般的真实本性 就会显露 我们如太阳般的佛性 便能照射出来 就像发散自太阳的光和温暖 智慧和慈爱 从内心深处的本性照射出来 攀缘错误的自我 已消失 我们只是歇息在心性中 最自然的状态下 没有任何参考 概念 希望 或惧怕 带着平静 却高昂的信心 这是你所能想象的 最深刻的幸福 微妙的平衡 禅座如同其他艺术 在放松和警觉之间 必须维持微妙的平衡 从前有一位比丘 名叫义尔 跟随佛陀的一位入室弟子 学习禅作 他无法体会应该抱持什么样的心态 很努力地想专注 却感到头痛 因此他就放松心情 结果睡着了 最后他请求佛陀帮助 佛陀知道他在出家之前 是一位出名的乐手 就问他 你在家时 不是擅长拉琴吗 义尔点头 你如何拉出最好的琴声 在嫌很紧 还是很松的时候 都不是 必须适度 既不可太紧 也不可太松 那就对了 你的心既不可太紧 也不可太松 在西藏诸多伟大的 女性上师中 有一位叫马吉拉杜 她说 警觉 警觉 不过要放松 放松 这是禅作时 重要的箭 维持警觉心 但同时要放松 事实上 要放松到 连放松的念头 都不执着 人们开始 人们开始禅作时 常常说 他们的思想很狂乱 变得比从前更纷杂 但我 但我一再向他们保证说 这是一个好征兆 这绝不表示 你的思想 比从前乱 反而是因为 你比从前安静 终于察觉 你的思想 一向是多么杂乱 千万不要灰心 或放弃 不管有什么念头出现 你要做的 只是保持当下 即使在一片混乱中 也要把注意力 放在呼吸上 古代的禅作 教授法中记载 开始禅作时 念头总是 一个接一个出现 从未停止过 好像是激烈的高山瀑布 渐渐地 禅作功夫进步了 思想就像溪流 穿过深而窄的峡谷 汇入一条 蜿蜒的河流 缓缓流向大海 最后 心变得像平静 安详的海洋 只是偶尔有涟漪 或波浪出现 有时候 人们会认为 禅作时 绝不可以有 任何思想和情绪 当思想和情绪出现时 他们就变得 懊恼不已 认为自己失败了 事实绝非如此 有一句西藏谣语说 只要肉 不要骨 只要茶 不要茶印 这是过分的要求 只要你还有心 必然会有思想和情绪 如同大海有波浪 太阳有光芒 新的光芒 就是它的思想和情绪 大海有波浪 却不受波浪干扰 波浪是大海的本性 波浪将升起 但它们会往哪里去 回到大海 波浪来自何方 大海 同理 思想和情绪 是心性的光芒和表现 它们从心中升起 但消失到哪里去 回到心 不论心中涌现的是什么 千万不要把它看成特别的问题 如果你不强烈反应 如果你能够安忍 它还是会再次回归它的本性 如果你有这种理解 那么心中升起的思想 只会加强你的修行 如果你不了解它们的本质 是心性的光芒 那么你的思想 就会变成混乱的种子 因此 请以旷达和慈悲的态度 来对待你的思想和情绪 因为你的思想是你的家人 是你的心的家人 在他们的面前 诚如敦诸仁波切经常说的 要像一个年老的智者 看着小孩子玩耍 我们常常疑惑 对于负面的心态 或某些扰人的情绪 应该怎么处理才好 在禅定的旷达境界中 你可以完全没有偏见地 看待你的思想和情绪 当你的态度改变时 心的整个气氛就会改变 甚至连思想和情绪的性质 都会改变 当你变得越可亲 他们也会变得越可爱 如果你不觉得他们有什么问题 他们也不会找你麻烦 因此 无论升起怎样的思想和情绪 就让他们升起和消退 像大海的波浪一般 不管你发现你在想些什么 就让那个思想 就让那个思想升起和消退 不要加以限制 不要紧抓它 喂养它或纵容它 不要执着 不要让它具体化 不要随着思想跑 也不要迎请它们 要向大海看着它自己的波浪 或向天空俯视飘过的云彩 很快的你会发现 思想就像风 来了又去 秘诀是不要去想思想 而是要让它们流过心 不在心中留下任何痕迹 在凡夫心中 我们看到思想之流连续不断 但事实却非如此 你自己将会发现 每两个思想之间都有间隙 但过去的思想过去了 而未来的思想尚未升起时 你将发现当中有间隙 本觉或心性就在其中显露出来 因此 禅作就是要让思想缓慢下来 让间隙越来越明显 我的上师有一位学生 是印度出色的外交家和作家 多次担任印度驻外大使 他是禅修和瑜伽的修行者 每次见到我的上师 他总是会问如何禅定 他遵循东方传统 以学生的身份 一次又一次地向上师 问这个简单基本的问题 这位学生告诉我这个故事 有一天 我们的上师蒋阳钦哲 正在西津甘托克的寺前 观赏喇嘛舞 看到丑拳的滑稽动作 不禁哈哈大笑 这位学生不断烦地 一次又一次地问他如何禅定 上师决定给他一个 一劳永逸的回答 看 禅定就像这个 当过去的思想停止 未来的思想还未升起时 当中不是有个间隙吗 是的 这个学生说 那就对了 延长他 那就是禅定 西藏生死书 今天就播送到这儿 感恩大家 通过善有仇公益众筹平台 支持大藏经 精品语音工程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